胡心宇的家人依然觉得志愿中学学校方面应该承担责任 因为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失踪的 在咨询我们的律师的时候 如果说孩子的家人现在要主张教育机构 也就是学校方面要承担责任的话 相对比较困难 因为现在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 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到了伤害 胡心宇的家人越来越担心这件事情往某一个方向发展 在警方的联合调查专班 在继续调查的过程之中 无非是往两个方向发展 第一是予以立案 第二就是不予立案 而如果这件事情不予立案的话 那么胡心宇的家人极有可能就会成为某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这个群体就是寻亲家庭 在这个家庭之中 我们见过杜小华 见过孙海洋 见过郭刚堂 他们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十几年 甚至超过二十年 胡心宇的家人始终觉得 胡心宇的情况跟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一个群体 是不一样 因为那个群体的孩子已经失踪了十几年 超过二十年 但是胡心宇是在两个月前 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私立学校里面 在遍布监控探头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人间蒸发一样失踪了 他和那些孩子是不一样的 现在也不是十年前 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了 可是胡心宇究竟在哪呢 胡心宇的家人那了解到的信息是 警方会发布相关的通报 但是 这个通报的内容 通报的时间 现在不能够确认 而他们最为担心的是 如果不与立案 他们找到心意的希望 是不是更加渺茫了呢 关注小小说 我们了解更多信息